字幕志愿者 您好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关于柬埔寨诈骗案 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过去以为在电影里 才会看到的这么庞大的犯罪架构 在真实中原来更为的可怕 诈骗 性侵 吸毒 器官买卖 连承办的国际刑警都发文透露 刑事工作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规模 施用诈述把自己国人骗出国的人口贩运案 近新闻今天独家采访到了柬埔寨的台商 为我们爬梳整个犯罪脉络 而其实柬埔寨因为是新兴开发的国家 吸引大批年轻人前往掏金 所以像这样的产业 至少已经兴旺两年了 那最初是当地的中国黑帮诈骗中国人 后来又为什么开始诈骗台湾人呢 另外虽然两岸持续紧张 但是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后 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相隔十二天也率团访台了 而且在行程结束之后 还特别推文表示 说这一次呢 是重申台湾对台湾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鼓励台海稳定跟和平 而德国空军今天则是开始跟日本 澳洲 韩国跟新加坡等印太国家 进行联合军演 首次派出了空军现役主力战机六架 那么这是德国在二战之后 首度向印太地区部署作战飞机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次的任务为的就是要牵制 霸权主义的中国 不过刚刚在讲台湾在全球里面 关注的处境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自然是乌俄战争之后 大家担心 进入乌克兰 明日台湾 但是另外一个急需关注的地方 是阿富汗 联合国统计数据 目前阿富汗有350万人 境内流离失所 还有230万人出逃到邻国寻求庇护 今天我们要带您从市展会的救援 一窥当地现况 先回来继续追踪台湾人 遭到高薪海外打工诈骗的案件 昨天有疫情12名台湾人 从柬埔寨入境泰国 因为身份疑似是人口泛应集团 所以泰方在入关的时候 就拦下来了 然后通报我国的刑事局 把其中9个人送回台湾 但是由于其中只有3个人 曾经发出求救讯号 警方就必须厘清 到底这些人是被害人 还是是人舍集团的同伙 后来确定有8个人是被害人 而一名何姓男子 是人舍集团的成员 而且涉嫌重大 检方在讯后当庭逮捕 并申请羁押 一行人下飞机回到台湾 大批刑警护送 看起来有些憔悴 他们被卖到柬埔寨 差点回不来 靠台泰两国合作把人救出 那如果整个程序都完了之后 那就可能让你们搭检疫车 为检疫处所 这样没有问题 我驻泰代表处接获泰方通报 由国人集体从柬埔寨搭飞机到泰国 再由陆路或转机方式前往泰免边境 从事诈骗 集团可能涉嫌人口贩运 代表处紧急派员到机场救人 查获的12人里面 有3人 2男1女 不愿意回台 确认是人舍集团成员 被泰国拘留 其他9人列为被害人 成功救回台湾 知道儿子获救 平安回家 做父母的松磊口气 只是这9人 三女6男中 有3个人发出求救讯息 分别是一对原住民情侣 跟一名住在台南的男子 另外6人 可能藏着人舍集团嫌犯 因为一开始还说要去缅甸 最后才改口说要回台 警方启动辨识程序 必须进行 人口贩运行为 特征判定 清查前科塑形 帮派助记 有没有频繁 柬埔寨出入记录 除了救援行动不断进行 警政署长黄明昭 亲自坐镇桃園机场 警方举牌宣导 从7月底到8月中 已经拦阻26人 还是有73人坚持出境 航警局不是只会拿牌子 更结合全国警察局勤资 掌握班机动态 把民众挡在国境大门 别变成人口贩运的最新受害者 进行新闻众报道 也还好这次在台湾跟泰国的跨国联手合作 才让几名受害的台湾人能够在从柬埔寨要被人蛇集团卖到缅甸的途中在泰国的机场被泰国警方给破获 顺利的把这些人平安送回台湾 而这次进行新闻也访问到了驻泰大使庄硕翰 还原是怎么合作营救国人的 夜行人无奈的在泰国曼谷苏旺纳普机场入境大厅等候着 下一站哪里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都是到柬埔寨打工的国人 泰国警方接获献报 说有在柬埔寨的台湾人要入境泰国 怀疑是人口贩运 而他们就是那待宰的羔羊 直到在转运途中被警方拦截 紧急通报台湾驻泰代表处 他们才见会移民 而在台湾的刑事局 接获外交部通报也立即出动协助救援 台湾之间的共打犯罪协议 早在2013年就开始启动 不过这几年来有比较大幅的合作进展 还是在2019年有些电信诈欺犯怕被送中 所以我们透过台湾的这样的协议 将这些本来是属于台湾的同胞 把他们接回来接受相关的司法的调查 好在我们跟泰国建立了打击犯罪共事 才能在这回成功跨国联手出击 否则根本很难让人口贩运再跟斗 毕竟柬埔寨与台湾毫无邦交关系 要办事只能靠第三国出手相救 由于此类的案件多半发生在第三国 且各案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我们正目前与泰方保持密切的合作联系 寻求扩大双边的合作空间 台湾过去由于双方的政情及中国的影响 我们在与许多官方的共同合作 在之前都是受到阻碍 在新南向之后 我们包括内政部警政署各种相关方面 检警方面的合作就逐渐的增加 但即使跨国拉高层级多方合作 仍抵挡不了柬埔寨的猖狂犯罪 看不下去国人受害越来越多 尽管台湾在柬埔寨没有办事处 得靠越南办事处打理一切行程 国民党立委和孟凯 吴思怀 郑政前一行三人仍坚持组团赴柬埔寨一趟 我们要求跟当地的行政部门 以及警方来做会面 希望他们能够有更积极的处理方式 也跟当地有利的台商来做会面 见了解真实的状况 你到了检国去 其实不要以为 因为第一个我们国家没有邦交 并没有所谓的外交货免 也没有任何的政府协定可以来帮忙 那在这里呢 我们都是靠当地台商的政商关系在进行 如果没有参与过也没有到过检国 对他们的政务不是很熟悉的话 去了恐怕只会给我们台商朋友添麻烦 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现在人人是闻检普在色变 视检普在为犯罪天堂 以引发检普在当局反感 对台商下达封口令 越检辽三国其实都是目前 由共产体制的国家 那么相对之下 越南是比较开明也开放 虽然他们有大选 但是呢他们的政情比较动荡 因此在那里经商呢 要处处小心 也不要对外多有发言里面得罪当道 除了靠跨国合作救援 或许民众自己多加小心 不要误上贼船 才不会淘机梦碎不打紧 还人才两师 近新闻杨树鹏 陈志宇 采访报道 这次柬埔寨的人口贩运 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连线给刑事局 国际刑警科科长李央吉 首先就是要请问科长 目前您所经手营救的国人当中 遭遇比较惨的状况 大概是什么呢 就我们自己做了比度里面 其实大部分最差的一个 可能就是有遭到一个 有一个开放性伤口 就是有一个中部地区的民众 在当地可能被殴打 然后有开放性伤口 然后有一个发炎的情形之后 丢在路边 最后是由台商把他送往医院 再把他包扎治疗 之后再送回台湾 这个大概是比较 严重的情形 因为他差点就死掉了 在我们的人口发育里面 有发现很多的个案里面是 他个人是搞不清楚状况的状况 就是他被卖的 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可能有部分的 一个生性障碍的状况 那我们的一个 这个案例里面他就是这样 他 当他去了之后 那诈骗集团发现他买到一个 不能用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主宰 我们叫他主宰的话 当然就会生气迁怒于他 所以对他失灭 这些状况的确是很惨烈 但是问题是我们跟柬埔寨没有邦交 那营救上是不是就比较困难 而您目前推测受困的国人人数 大概有多少 因为我们跟柬埔寨的合作 已经断了好几年了 就是我们自己警政署的部分 所以 看到这些民众其实每天在写求救信 每天在在讯息 我其实看的也非常的难过 我们也在寻求有效的管道 尽量的做援救 但是 援救的速度跟 他们就是困在当地的人数 可能比起来真的落差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呼吁民众千万千万 不要再去到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们现在以官方数字来说 我们的一个救援数字 跟我们的报案数字 其实不到 可能报案数字是目前300多 那救援的数字里面 其实在我们自己官方筒计上 大概不含外交部的 我们自己警政署的 还不到20个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有很长的努力空间 但现在要怎么救 还有一个问题 是有一些国人到柬埔寨之后失联了 那家人可能担心他们会遭到不测 所以更不敢报警 但这样风险会不会又更大 有民众问到这样问题 我的小孩子报案会不会遭到他们的涅打 这个东西其实 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 这个真正是答案 因为你不报案到时候 你也可能被当地警察抓走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从事的是诈骗行为 你在当地从事是犯罪行为 所以你没有报案记录去证明你自己是 是这个人口贩运被害人 到时候政府怎么去听你说话 这也是一个问题 而不只是柬埔寨有高薪诱骗 最近也有一对台湾情侣 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到泰国求职 也被卖到缅甸 求禁了半年 而且东南亚地区呢 其实包含辽国 还有这个柬埔寨泰国 都是人口贩运的热点 而除了网路招揽被害人之外 诈骗集团还把王同锁定 在舞者跟魔术师团等等 然后最后都被戳破 就是一场骗局 秀出柬埔寨西港 五星级太子大酒店 表演流程表 还附上名片 全都是假的 诈骗集团目标转向特定族群 包括舞者 魔术师 连摄影师 化妆师等 整群都骗 后来有人主动联系官方 才戳破谎言 骗这些特定族群的工作者 譬如说在媒体上所讲的 魔术师 化妆师或者舞者 然后用这种东南亚高薪的工作 来欺骗他们 甚至可能是一团一团的来前往 然后之后就变成这些贩运的工具 会死在园区 我问他说他现在呢 他说在KK园区叫我去办公安局 幸存者母亲与气机动 还好孩子回来了 新北市就对情侣更惨 向人球载点回载臂打 最后被卖到缅甸KK园区 囚禁半年 他的祖父找地下管道救人 摊开东南亚犯罪地图 除了柬埔寨西港 还有辽国金三角 最残暴的是缅甸 被害人表现差 就被卖到KK园区毒打 泰国因为地理位置 也成为中转站 语气二会幸好人平安 到东南亚工作 受害个案平传 也给国人写淋淋警告 这些人做不到 整理这几天收到的资讯 这是一开始是柬埔寨 配合一带一路政策建设的 西港经济园区 因为烂尾了 花了大钱的设施 却没有厂商进驻 所以当初投资的中国企业 跟柬埔寨官员都很头痛 于是就开放 让博弈产业进驻了 那有的合法 有的非法 那在非法的类型当中 又衍生出了 以诈骗为目的的养套杀 那再加上柬埔寨原本就已经是 贪腐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 所以这个犯罪规模就逐渐扩大了 再下来就是西港园区这里的 中国黑帮越来越凶狠跟嚣张 所以当地的诈骗 暴力犯罪 非法情色 吸毒等等问题都层出不穷 那一开始这个中国黑帮诈骗的对象 就是中港 台 大马 都是华语地区 所以他需要很多懂得华语的人 所以他们就用诈骗的手法呢 欺骗中国人到西港 来帮他们当诈骗的人物 那为什么最后会转向诈骗台湾人呢 今天我们知道独家连线到柬埔寨 请教当地的台商 这些集团的背后跟组织结构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这些团伙 这些集团 诈骗集团基本上 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那可能台湾人也占少数 但是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这些跟坚本菜本地人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在做 这些诈骗的团伙 他们这些都是受雇 做保安啊 或者是什么 一些比较低阶的一些工作 至于说西港 那因为他在大概前五年的时候 因为发这个赌博的这些牌照 发的比较多 所以很多中国人到西港 这边来做这个网络赌博 或者是开赌场 那因为在这个网络赌博 在中国变得是比较影响比较大 所以经过中国政府的压力 那经过中国政府在2019年的8月18号 颁布了这个禁止这个赌博的这个禁令 它实际内容的话可以再去查一下 但是就是造成了很多的网络赌的集团 他们在他们生意受到影响 那甚至说很多的这个 很多人就被逮捕 以至于大部分的人员 他离开了之后 或者留下来的人 他们把原本的设备 转做这个网络诈骗的这一块 所以就越走越偏了 他们其实都有交战手册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做物业管理 我们也清扫过那个 做那个整理大楼的时候 发现他们有很多 他们刚搬走了 撤走了 那都看到很多他们的一些规范 生活公约 生活规范 还有甚至是有些诈骗内容 教他们要怎么说 那他们的奖金要怎么算 我们是有捡到过像这样的一些资料的 那就黄先生您刚才说的 这些诈骗集团的主要员工 原本都是中国人 然后主要的目标也都是中国人 所以就是中国人骗中国人 但是因为疫情爆发了 加上中国政府这两年 严控人员的进出 然后政府又施压 所以柬埔寨的诈骗集团 就很难再招聘到中国籍的员工 所以只好转向台湾 马来西亚 泰国跟越南等地的华人 来填补这个空缺 那就您的观察 这些到柬埔寨的台湾人 他们去的时候知道自己要负责什么工作吗 我们在去年 柬埔寨政府还有隔离政策的时候 我们的伙伴 他从台湾回到柬埔寨 就是去回台湾去过来 那度假 他过来了 他其实同一个班级 在一起做隔离的朋友 这些人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赐龙赐凤的台湾年轻人 那跟他们聊的过程中 也都知道说他们大概都知道自己就是要来做灰色产业 可能是做诈骗的 可能做网赌的之类的 所以我们会在柬埔寨这边 我们观察到应该十个里面应该有七个八个 都知道自己来这边做的不是合法正当的产业 但是可能来到这边的管理的力道 或者生活的环境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严苛 所以蛮多人来了之后 我想可能会比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会想要回家或什么样子 但是这时候他们要回去了也不是太容易 因为毕竟招募来的他们都付了 这些公司都付了成本 付了招募的成本出去 所以他们要想办法 可能要附属金把自己说出来 这个是有的 但是我回归到 大部分来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是要来做灰色产业 那对台商来说 你们在当地有没有受到这件事的任何影响呢 发生事情是有的 我们相信是有的 可是我们更多的台湾人在这边经商 是跟灰色产业 跟灰产 跟这诈骗 是不会有任何的交集的 所以像我今天就有接到 大概四个到五个关心的这个讯息或电话 那事实上 这边的台商 台湾的像一些仿制业啊 或者是协业啊 他们台商要派来这边去就职 很多家人也不让他们来 所以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台商 在招募上面的一些困扰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要来关心 继裴洛西之后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的主席也率团访台 并强调美国必须更努力确保台湾的和平 更稳定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继裴洛西后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也率团访台了 比较特别的是 马基早在43年前担任众议员的时候 就签署过了台湾关系法 而现在他担任亚太小组主席 多年来也很积极地推动各项的友台法案 上午他拜会总统蔡英文的时候 特别引用了美国思想家梭罗的名言 所谓的朋友就是会彼此珍惜 彼此的希望及梦想 还强调美国必须更努力 确保台湾的和平及稳定 接见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总统蔡英文先是户籍手肘 简单寒暄 在台海情势紧张的时刻 也不忘喊话重申要维持台海现状 前一阵子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 进行长时间的军演 也严重干扰区域的稳定和平 我们不但和国际各方盟友密切合作 严密掌控周边所有的军事动态 也持续向国际社会表达 台湾自立维护台海稳定的现状的决心 面对中国频频文攻武吓 台湾坚守信念 总统重申理念之余 也希望与共同民主价值国家 深化合作关系 今年6月底台湾和美国举办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首场会谈 我们期待通过这样坚实的平台 继续深化台美经贸关系 在共享的价值基础上 和美国洽签高标准的贸易协定 期盼马基主席以及各位议员 对于这项议题 在美国国会给予台湾更多的支持 民主党的马基其实长年关注台湾议题 是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 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众议院时 曾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 也是目前美国国会少数曾参与 台湾关系法立法 且还在任的国会议员 2020年与苏利文共推台湾确保法案 之后的台湾安心法案 与台湾学人法案 积极推动有我议案 重量级访团突显美方对台支持 在中国文攻武嚇之下 台美好招勤更显珍贵 美国参中议员们昨天晚上六点五十分 飞抵台湾 今天行程就是满党的 先是在总统府跟总统见面之后 随即又前往立法院 拜会国防外交委员会 接着在十一点 十二点四十分的时候进行午宴 下午三点四十三分就离开了 整个停留的时间不到二十一个小时 不过纽约时报也透露了 到月底前还有另外一个代表团 会到台湾参访 对镜头挥手打招呼 美国国会参中议员访团来台 旋风是快闪 行程紧凑 一行人上午第一站 就是到总统府跟总统蔡英文碰面 访团十四号晚间六点五十分搭机 抵达松山机场入住军热饭店 十五号上午十点进入府内拜会 总统十一点四十分去立法院 随即前往台北宾馆进行午宴 紧接着下午三点四十三分搭机离台 停留时间不到二十一个小时 看看这回访团名单 除了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还有众议员加勒曼蒂 鲁文索贝爷以及罗德维 分属于两院的外交军事 遂计委员会 其中加勒曼蒂身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战备小组委员会主席 能直接影响美国国防部 在台湾军事需求方面的支出 此心的重点之一 还有跟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朝野 立委会谈 由朝伟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亲自迎接 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 双方就美国对台战略交换意见 也触及军售等相关议题 毕竟这也是中国报复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 发动军演后 再有美国战要来访 传达美国跟台湾站在一起的重要讯息 而中午的午夜同样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作东 邀请经济部长王美花 财经界人士与会 聚焦晶片法案 全球供应链台美经贸合作等话题 在两岸关系紧绷之际 美艺人访团接力来访 向世界展现台美关系 不过中国想要干扰阻碍的态度 行动又来了 因为就在马基这一团成员 搭乘专机加龙松山机场之后 中国解放军就接连又是两天的 侵扰我国空域 今天上午七度袭扰之后 下午又继续加码 宣布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 再度进行实战演练 明显是为了抗议美国而来的 不过美舰航母雷根号 除了早一天南下抵达冲绳附近 海域警戒之外 国军也展现了守土决心 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实施了例行性的空层空域 士兵操演 机尾大大的美国国旗 这是呼号SPA-11的 美国空军C40C专机 在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刻 载着访团晚间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同一时间 根据中国智库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当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二号三号两天访台 美国航母雷根号 也跟着从南海北上 到菲律宾海附近 一等裴洛西离开 雷根号随即往东行驶 离开台湾 而当马基访团来台访问时 雷根号也早一步南下 回到冲绳海域附近 仿佛是要保护访台议员 因为中国虽然结束军演 但台海仍不平静 一连两天都有中国军机 侵扰我空域不说 光一个上午就七度袭扰 中国解放军前一晚才宣布 渤海军演 15号又加码 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军演 才结束在南海的防空反导 对海突击训练 东部战区转头就在微博po出 火箭军演练公路发射 实弹射击罩 这一连串军事行动 明摆着为抗议美国抵台 参访的访团而来 中国国防部也发出声明回击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方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 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中国又在发动军演 那我相信这个就等于是对美国 针对美国的一种直接挑衅 那我认为这些都是美方呢 希望能够去确认 而且是希望提醒中国说 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 这个是他们的自由 而且这绝对不能被理解为说 这是一种需要由中国点头 没让中国要武扬威 国军也秀肌肉 海军将在十八号选定 台湾东北部及西南部海空域 协同空军实施 例行性空城空域 持兵操演 包含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摊案守备 还有三十号到九月二号的火炮试射 强化战训本物 更宣示国军守土决心 而德国空军今天展开了 急速太平洋二零二二行动 跟日本 澳洲 韩国 还有新加坡等印太国家 进行了联合军演 也是他们首次派出了空军 现役主力战机 欧洲台风战机总共有六架 这是德国在二战之后 首度向印太地区部署作战飞机 但是其实呢 德国海军去年就曾经派出巡防舰 到日本近海等印太地区 而且还参与了针对北韩的 舰对舰监视任务 而今年战斗机的部署更标志着 他们在亚洲的持续参与 就有德国的高级将领表示 这是自二战之后 德国空军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部署计划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出 这一次任务为的 就是要牵制霸权主义的中国 但是同时德国也不愿意 向中国制造过度的挑衅 毕竟德国在经济上 对中国的依赖是非常深的 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是德国的 最大贸易伙伴了 德国空军十五号展开 急速太平洋二零二二连演行动 多架军机在二十四小时内 抵达新加坡 并依序和新国澳洲 日本与韩国进行军演 这是德国在二战后 首度向印太地区部署 作战飞机 德国曾经派遣他们的巡邦舰 前来亚太地区 配合就美国印太战略 来做一个亚太地区的巡邏 所以其实这个算是 德国派遣主力舰艇来印太之后 第二次算是大规模的兵力参与 那其实这个也是呼应 美国从川普政府以下 他们提倡亚太战略的时候 得一种呼应 德国空军首次赴印太地区 参加多起连演 除了验证战备状态 更是要色足中国 这次任务包括 德国空军现役主力 欧洲台风战机六架 四架A400M战术运输机 以及三架A330MRTT 空中加油机 和两百五十名官兵 冲绳台湾飞兵一将 如果说真的万一挡不住的话 其实他们还有第二岛链 甚至他可以退到澳洲去抵挡 那这些抵挡只是想象 但是你要有所训练 冲大战演习 这是当美国当作预备队 乌克兰的问题 甚至是中国崛起 然后美中的这个竞争 还有包含了像是台海的危机 那大概都让德国也明确的感受到说 他们不能够在这场变局里头去缺席 尽管意识到中国的威胁 但德国在经济上 却高度依赖中国 2021年对外贸易总额 2.6兆欧元 中国就占了百分之十几下美国 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也让外界担心 一旦战争爆发将受制于中国 尤其德国总理萧姿 8月11号被问到 假使共军犯台 德国是否会制裁中国 他避而不答 还反过来要德国产业 别把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 德国因为能源受制于俄罗斯 在乌尔战争的制裁不够积极 引发西方盟友反弹 也难怪德国不想再步入后城 更要向外界证明 没有中国也行 金新闻 陈彩刚喊人采访报道 回到台湾积极的选举 国民党预计17号 要提名新北市长 和友谊竞选连任 对手林佳龙就趁机提醒 说这个契约是四年一任的 不要中途落跑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锁定大选回战单元 我们先来聚焦台北市长的选战 不论是国民党的蒋万安 或者是民进党的陈时中 最近几乎天天形成满党 但是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 最近有许多地方宫庙的行程 两个人几乎都是一前一后的 虽然两个人说 选举时间难免会这样 但是针对批评陈时中 好大的官威 蒋万安说自己是引用了 九品芝麻官电影的台词 还说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代表离年轻人很遥远了 但陈时中也反凤说 如果只是跟电影连结 恐怕会让年轻人很失望 同场不同台 蒋万安 陈时中 喊承诺抛证件 究竟发生什么事 国民党参与人蒋万安 下午到了直服 光参加普渡法会 不过就在七十分钟后 可以看到陈时中 来到同一个现场 这是王不见王 还是行程上刻意错开呢 行程都是很早就已经安排好 都是照既定的行程安排在走 重要的一个民俗 重要的一个点 都是我们台北人的信仰中心 选举的时候都会来做参拜 两人一成一后相同 行程不是第一次 前一晚十四号蒋万安在词汇堂 十五号一早换成陈时中 连明明十号蒋万安 就曾到过万华青山宫 陈时中也输人不输证 一定把万华的证息 当作一个最重要最深层的任务 担任指挥官时曾说 万华是疫情破口 换了身份后 陈时中谨慎回房 而庙方还不只送礼 还送好彩头给祝福 不过要挺基层里长 不惜碰陈时中的蒋万安 让两人又在杠上 态度很傲慢啊 民进党或是陈时中 去认错 失言 然后要道歉 从来不愿意认错道歉的民进党来说 恐怕很困难 莫须有的事情要人家道歉 我想这才是不对的事情 可以看录影带很清楚 没有指到任何里长的事情 该不该道歉 两人没着急 就连蒋万安说的好大的官威 意外把战火再点燃 好大的官威是出自电影 九品芝麻官的台词 这种可能比较少上网 可能离年轻人比较遥远 你有看过吗 以你年纪算是很年轻 年轻的时候我也有看过 过多的跟这种电影情节做连结 后来我们的年轻人是会失望的 北市选战蓝绿对决 你一言我一语 每一方想轻易认输 而在新北市的选战这边 国民党预计在17号 要提名侯友宜竞选连任 对手林佳龙就持续警咬 要他承诺是否做好做满 那今天侯友宜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民进党议员就拿出了第四届的时候 市长做好做满的声明书 要求他签署 侯友宜就强调 现在是市长 把握每天 好好把握当下 还说谢谢议员的肯定 认为他会当选第四届市长 新北市长侯友宜被民进党议员团团包围 只见他一脸尴尬 因为议员要他表态连任市长后 会不会做好做满 侯友宜不说就是不说 民进党议员干脆搬来声明书 要他签名给市民承诺 侯友宜不动如山 国民党籍的议长蒋跟黄 也帮忙缓夹 但民进党议员不放弃 国民党叶塞胡朱立伦 曾经落跑过 所以你师承朱立伦 我们很担心你有这样的DNA 我随时随地 好好做事情 你随时随地怎么样讲清楚 好好做事情 你要做好做嘛 还是你要跟这个朱立伦 跟韩国瑜一样 那个明年就绕跑去请假 就选总统 是不是这样子 我要把握今晚好好做事情 好好做事 把握当下这八字真言 不管谁来问 不管怎么问 后一给出致死答案 嘴巴闭紧紧 持续打太极 近新闻夜庭夏宇智采访报道 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衍 选择在中国对台湾大规模军演的时候 出访到中国 让党内的青年骂翻了 但是台北市场参选人蒋万安 却力排众议 相挺党中央 今天他受访的时候再次重申 说呢副主席这一团 这次去是要去了解台生跟台商遇到的困难 然后要协助他们 只是或许就怕伤到国民党的选情 现在党主席朱立伦转移战场了 批评总统蔡英文 教授出身却选择闷头支持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疫情以后进到法会现场 两人同框拉台选情 但现在蓝营内恐怕很少人 愿意和朱主席同台 尽量不要再谈夏立衍的事情 也知道是敏感问题 朱立伦刻意不回转身离开 因为副主席夏立衍 全在中共对台大规模军演之际 率团仿中 不少青壮派联署要求取消 侯友宜 卢秀燕也挺不下去 只有他力排众议 相挺党中央 其实不需要刻意曲解 民间要协助台商台生的心意 我想也就是希望能够两人之间 维持一定的交流跟对话 不去很简单 这个时候不碰很容易 那这个时候去一定被骂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也会伤到国民党 但是对台湾有利 对台湾好 对台湾的人民好 怎么做抉择 大家要战争吗 我们都不要 我们要和平 两人口径一致 吉利护航夏立衍出访行程 就怕被贴上轻中标签 朱立伦转移焦点 批评总统蔡英文 我都不敢相信 任何一个人还敢闷着 闷着头闷着眼 瞎挺 我相信蔡总统 你不至于真的这么盲目吧 蔡总统你是教授 你是老师 不要说五分钟 一分钟就知道这个是抄的 百分之百 但朱立伦想淡忘 对手阵营却没打算放过他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酸 夏立言出访是投降行为 绿营也出招 早上说不够 下午继续补充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帮腔 相比朱立伦转批论文 蒋万安避重就轻 绿白阵营在夏立言仿中议题上 各自冲神亮 进行为燕林赵宇智采访不到 稍后我们要来关注这个地方 塔利班在去年的今天重长政权 执政这一年来有350万人 因为战乱而在境内流离失属 稍后世界展望会会长 要告诉我们阿富汗的情况 塔利班在去年的今天重长政权 执政的这一年来有350万人 因为战乱在境内流离失所 阿富汗人民面对冲突动荡的局势 贫穷极端气候变化 就好像是活在人间炼狱 但是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世界对阿富汗的关注就急速降低了 一直在阿富汗进行人道救援的 世界展望会会长 特别飞越5000公里来到台湾 希望能够从企业跟非政府组织 寻求金援 我们也独家采访到他 分享阿富汗的现况 他特别呼吁世界 不要忘了阿富汗 抱着股受卢柴的婴儿 眼里尽是不舍 这是在阿富汗服务的世界展望会会长 阿森萨 不为动荡局势留守在当地 为孩子准备需要的医疗物资 行动医疗战能就一个算一个 自从2021年8月15 塔利班重新执政 8月30美国撤军 这一年来 有350万人因为战乱在境内流离失所 国内有110万儿童面临营养不良 另外230万人出逃邻国寻求庇护 阿富汗的情况不容乐观 小孩的手臂瘦到一圈只有11公分 名副其实的皮包骨 但孩子无法体会生存多么不容易 依旧灿烂微笑 这一年对阿富汗的人民来说过得非常漫长 先是证据动荡 再来是难来的寒冬 六月的一场强症造成严重伤亡 但最让人担忧的是被世界遗忘 我没有找到阿富汗的地方 所有人都说到阿富汗 我说到阿富汗的不重要 而且是,阿富汗的人都在疲惫 我明白的 但是有一个突然移动 甚至从媒体 我必须找到阿富汗 但是人们在阿富汗的情况是同样 它没有改变 所以我给你 我说到国内的社会 为了让世界的力量继续帮助阿富汗 阿森萨飞越五千公里来到台湾 从企业非政府组织寻求金元 阿森萨特别拜会了外交部 即使台湾与阿富汗没有官方联系 它希望能透过分享人道救援经验 唤起民间或官方的关注投入捐款 NGO的募款可以专款专用送进阿富汗 阿森萨特别人 这个国家经济过了很多挑战 像洪汗一直存在 洪汗 和洪汗一直存在 洪汗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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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资金进不去阿富汗 只能靠NGO的力量 在当地有很多真实资讯都被封锁 超过两百家媒体机构停止营运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数据 阿富汗已经失去百分之四十的媒体 和一半以上的记者 在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评估的 一百八十国中 阿富汗排名第一百五十六 当地妇女权益也备受挑战 为了让阿富汗女性拥有更多可能 市长会多次与塔利班交涉 积极赔礼女性 为妇女争取教育和工作权 她分享了在考察中的难忘时刻 她收到一些钱 因为她没有看到账在她的钱 她的工作 她工作了 她是她的钱 所以她说这次 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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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是时刻 让你明白 不只加强社会控制 根据外媒报道 塔利班的军事力量 比以往更加强大 在金融系统无法运作下 金元投入非常困难 不管是谷物还是食用油 都是最后的救命希望 人道组织持续在阿富汗的 注点发放物资 在这块伤痕大地 人们面临漫长的苦痛 在塔利班执政 届满一周年的刺客 人道救援者呼吁世界 不要抛弃阿富汗 在海洋渔业资源日益枯节下 永续发展是不得不走的方向 稍后我们将到台湾的 极东点新北市共聊 这里独特的海女文化 如今面临传承断层 要如何共同把传统的生活样貌 延续下去呢 稍后马上回来 在台湾这座海岛 有一群爱海的人 深耕在地价值的同时 也兼顾海洋生态 人文地景 跟社会关系的平衡 这样的离海精神 在台湾各地的海岸均落 运运而生 我们来看新北市共聊 这里是台湾的极东点 有非常独特的海女文化 自古靠海为生 所以呈现了最佳的 离海生活样貌 只是如今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的海南海女 多半已经都步入中老年了 我们就来看 新银世代如何共同 把传统的生活样貌 延续下去 又如何在极东台湾 实践离海影响 这个不能采 这个是绿色的那个 这个是这个青菜 这个是不能采 这个不能吃 要这个黑色的 这个才是纸菜 新北市共聊位于台湾最东端 三面环着太平洋 每到冬季十一月 海岸边总会见到 这群资深海女 人手一只自制铁片 在礁石上刮牙刮 努力采刮紫菜 去年的话一天 有时候可以采十斤 今年就采两斤一斤 这个紫菜是好像 新长的比较嫩 这个最好吃 吃得滑溜滑溜的 采紫菜肥青松活 得在退潮时 还浪抢时间 蹲久了脚麻腰酸 长年下来不少海女 腰间标配出了工具 还有护腰斧具 海女有两种一种专门 騎山 在各種礁石 潮間帶尖采蛙 所帶的工具是這些 那一種海女專長唱醉就是潛水 只是海女不靠氧氣瓶 也沒穿潛水衣 只穿著長袖長褲就下水 儘管七十多歲了 依舊身手矯健 牛角座的蛙鏡 自己手工縫的防曬頭套 沒有最佳裝備 只有豐富經驗 甚至也有海南靠潮間帶 撒發光網捕魚 那你還要等 等到應來 剛才應來的魚 魚仔的魚會撒開 我們這裡把它撒下去 我們這裡撒成三分 一分就是把它加在酒鍋頭裡 裡面村的這裡就要撒成兩分 兩分撒好的時候 要加上這支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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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下去會開 各個信守年來都有一套絕技 他們輕鬆在海食平台間走跳 在生態豐富的潮間帶監來去自如 海就像是他們的大冰箱 紫菜採光後要經過海水洗禮 所有工具就是離海觀念體現 所謂離海也就是人與海有很好的共存共融關係 曾經有取之不盡的海中寶藏 只是隨著海洋生態改變 海女文化已經面臨存滅危機 九孔 海膽 海菜 還有供料特有的Tiga 是這群海男海女們十多歲以來 就共同有的海中寶藝 一身絕活和經驗堪稱離海最佳火教材 只是他們不像日本和韓國海女 成為聯合國被物質文化遺產 你說團隊人家的小孩 怎麼會不會痛苦 像我們這個七十五歲的人 怎麼痛苦到四十五次吃 不都什麼 也是過日子人家 怎麼有人要這樣痛苦嗎 不可能嘛 早上人在睡 我們就要去洗酒杯 啪酒杯 還好天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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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海洋生態 當時會不出來了 祖母 阿公 阿嬤 及的海女海男 已經是最後一代 他們靠海討生活 忍受酷暑 冰寒 夏天才石花 冬天才紫菜 東北角共流的離海生活 隨著人口老化外移 海女海男的職業 面臨傳承斷層 曾經供療酒孔出口量 是世界第一 酒孔王國的經衰 出生在酒孔養殖世家的 李盛鑫有深刻體會 原本他也是外遺一族 到別的縣世討生活 當起科技新貴 直到90年代 全台酒孔大暴斃 李盛鑫決定回降紮根 我們小時候來講的話 其實酒孔可以養到 應該八成以上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酒孔大概幸運一點 你可以養個四五五層 差一點就是兩三層 這樣子的一個 一兩層兩三層的一個情況 像疫病發生的那時候來講的話 疫病發生的那時候 其實都是養不到一層的 東北角獨有的養殖方式 是潮間池式養殖 藉由東北角獨特地形 讓海洋養份隨潮汐入池 而酒孔們吃的就是 李盛興手中水管裡的 天然海藻龍虛菜 均勻的掉下去 就有可能他們就 比較有可能每一個都吃到 你不能說單點 你一定要是要慢慢的 很均勻的噴灑這樣子 在退潮的時候 我們看石頭縫裡面 還有沒有殘留的 還有沒有殘留的一個海菜 如果說有的話 就代表他沒吃 身為酒孔養大的孩子 利害生活樣貌 是他難以割捨的 為了讓更多人能返鄉 他以火化家中 廢棄酒孔池 飼養白蝦 多種養殖 一步一步要攜手地方 凝聚共識 李順興 並非獨行俠 和他共戰的還有這位 開玩笑需要來打工的 退休國小老師羅畢興 羅老師的先生王國毅 是土生土長共僚人 他嫁到共僚 也和先生在當地教書 不少海南海女 都是他的學生家長 退休後不得嫌 希望海洋文化不要消失 因此常常號召 海南海女們一起討論 怎麼取之於海 用之於海 還之於海 找來年輕棕破賽一起 全程翻轉並創新 把資深海南海女的秋陋菜 油化成道道海味 醬油順頂冰下去 醬油要熱 它香氣才會起來 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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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過著快樂的一天 不要每天都悶在家裡 像現在小孩子沒有回來 都是一個人 這邊如果熱鬧起來的話 發展起來的話 會把那些年輕人 能夠帶動回來 像我兒子可能就會回來 第二代讓他們再過來 再來營造 季節限定的石花丼 是供聊必吃海味特調 石花丼由石花菜 一種紅河藻類製成 要耗時燉著出粘稠膠質 歷經冰火五重天後 才能呈現Q軟凍撞 或許隨著氣候生態改變 石花菜 酒孔 海女與海南會漸漸消逝 但他們能做的是 把人與海結合 透過海中棕破塞的丘樓菜 讓每一道海海人生故事 不被遺忘 稍後我們要帶您到 南投仁愛鄉的東岸部落 如何結合自然資源跟圓民文化來重振部落呢 南投仁愛鄉的東岸部落 是台灣三大蝴蝶谷之一 不過後來七地受到人為的開發破壞 所以為了找回以前美好的生態環境 地方上的人努力富裕 用自然資源結合圓民文化 成了深度旅遊的熱門景點 只是雖然帶動地方經濟了 還是為環境造成了一些壓力 所以他們現在要決定 放慢觀光的腳步 讓部落回歸生活 每人都說海外地回來的 這個從來到外面的懂什麼 你要有一個傻瓜的觀念 一個志工的觀念 你才有辦法做部落的事情 那這個部落其實慢慢在恢復 那我們覺得我們會找到自己 再生或創生的一條 南投縣仁愛鄉的南風社區 是賽德克族人世代的居住地 當地人稱這裡為東岸部落 賽德克族人帶著我們來到傳統家屋 要進屋之前 須由顧洛林的騎老代表經驗禁酒 哇 感覺很難 你心裡很難 帶進去家屋之前 都會有這個動作 第二口 最主要的動作 他們都是當初蓋這個房子的 公辦老師 三個 海洋皮 回到家屋 騎老習慣性地點上柴火 過往柴火永不熄滅 一方面可以烤獵物 也能防止房子受潮腐敗 而這半穴居室的家屋 是王嘉勳十八年前 從外地回來時 最想做的事 我們有一個依據有根 這就是我們立的柱子扎的根 我們一開始是很忐忑 就是沒有方向 然後透過照片 照過文獻 大家這樣拼拼臭臭 恢復了六七成像 當年所有的騎老們 對於這個連足語都說不好 甚至連家屋是什麼 都不知道的年輕人 就莫名其妙說要蓋家屋 也充滿各種質疑與批評 人家說外地回來的 這個從小到外面的 懂什麼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讓他們都有角色 然後他們都可以處理 部落的一些工作 王嘉勳試著把自己倒乾淨 虛心接受騎老們的指教與建議 帶著他們一起 蓋一棟又一棟的家屋 慢慢的從爭吵中 凝聚了族人的感情 也從中找回了大家 想重振這個部落的力量 爭吵不是那種就是我罵你 不是是他就是擔心你 就是他們也心急 那一年蓋家屋 他們教會我很多事 那我就刻意去激怒他們 惹他們生氣 充足說 好 反正最後穩固了 好 就是這個方法 大家就會過去了 從這個界面讓我認識自己 從這個界面也讓我去 梁吾翁姐我的文化這麼美 蓋了族人引以為傲的家屋之後 王嘉勳開始思考 如何讓部落變得更美 我背後這一塊就是我們 多元生態的棋地 當初它其實九三九四年 碰到敏都立 討治颱風 二十年前的地震 其實我們是山谷的地形 這邊以前被掩蓋完之後 不到十種的蝴蝶 現在這樣營造回來 一百三十四種蝴蝶 富裕完之後 大家也思考說 其實可以從生態的角度 去帶動產業 要做這麼大的改變 當然需要志同道合的夥伴 返鄉青年李世佳 加入了王嘉勳的行列 共同打造出部落裡的諾亞方舟 同時也實踐 另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這張弓就是我們賽德克組的狩獵弓 埋伏在這邊 然後遠距離等待獵物出現 然後去做一個射擊 舉起弓 瞄準目標 射擊 專業的pose 外加詳細的賽德克 傳統弓文化解說 李世佳想帶給遊客的 是希望能讓大家深度的認識 賽德克神聖兒傳統的狩獵文化 而非華眾驅寵的商業表演行程 所有的行為 不要太建立在那個金錢上 我們所有的旅遊行程的體驗 都應該不能太過於消費自己的文化 比如說就像剛剛的射箭 就這麼單純的一個體驗 可是他就是想說 這個體驗好像很無聊 那是不是來擺個氣球 射破幾顆氣球 就會帶一些伴手禮回去 之類的事情就發生了 所以就導致說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原住民的文化都一樣 那就是商業模式造成的 所以要堅守那把詞 李世佳曾演出電影賽德克巴萊 裡頭所出現的傳統弓 都是由他跟爸爸製作而成 但即便他曾有過拍電影的光環 他也不曾利用這樣的名氣吸引觀光客 而是用紮實的文化解說讓大家更了解 賽德克族人 像說我們在很多地方的營造 也是希望打造部落處處有教室 那營造這個區域就讓這個區域的人參與 參與的人多了 慢慢的部落也開始有了人氣 王嘉勋的下一步就得幫大家創造神技 為了促進產業發展 王嘉勋慢慢從東岸部落 將觸角延伸到整個南投縣仁愛鄉 在地方成立產銷班 鼓勵在地的小農 青農 老農 一起投入苦茶產業 並將苦茶種植產量化 他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專家過來 那我們就上課 原來是只有在一個部落 當我知道的時候我說可不可以 他說好 所以說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一覽截覽的就是 我要做改變 我把這邊的地全部都種了 年輕人很有他的想法 然後我會覺得我看到我以前的印子 所以我一直很享受看看 這樣的一個理想的年輕人 怎麼樣去把它推上去 這是我們設計的包裝 在去年拿了米其林的三顆星 年輕人去做這個 所以你們要很放心的交給年輕人 我的意思是說生產那一端 你們把品質顧好 市場讓他們去找 我用他們聽得懂讓他們理解的方式 然後用地方的這種節奏 讓他們接受 所以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讓他們知道 你們現在在做的是對的 一直保持著就好 那我們有兩個實體通路嘛 那網路的我已經開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 我們自己要不要交給班 所以在今年跟明年呢 我們想了一個這樣的模式之後 我是希望班要夠團結 我們土把鏈鋼的商業模式 我跟你講大家團結就起個難了 在部落待了十八年的王家勳 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溝通 但不管他再怎麼努力 負面批評聲浪卻始終沒聽過 用學校的力量 用其他單位的力量 進到部落裡面談 平常不敢跟我講的 要罵我的就對他罵 對他抱怨 然後那個人就幫我記下來 他的工作是把他的問題記下來 然後呢 我去整理歸納這些問題 如果因為太多負面能量的話 我也很難處理事情 所以有些時候我都會用這種方式 那我只拿到問題 而不是去接受你的負能量 你問我怎麼可以待到現在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的甜點 叫AIMO 小米香蕉糕 我示範給佳勳看 他覺得很棒 他說可以 然後我是覺得這樣子的 把我們的音樂文化推廣出去 我是覺得很棒 小米香蕉糕 是賽德克族早期的甜點 王家勳的媽媽姜嬌妹 憑著小時候的記憶 妇科傳統味道 同時與兩個兒子 在親近打造部落廚房 抱存賽德克族承襲的美味 並推廣附落的傳統美食 來 你就直接吃啊 加生菜是我自己想出來 因為媽媽怕胖 所以我覺得我要吃一點生菜 它會解膩 我們以前在吃不會死錢 是因為我們會配飯 對 配冷飯 我們會配冷飯 對 我覺得那個米可以用那個 送往那個香糯米 過去也一直在從事 推廣部落文化的媽媽 甚至這條路並不好走 一路看著兒子跌跌撞撞 內心都不捨立以言表 這幾年這樣子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很反對 孩子會來做部落的事 因為語言上的供給 如果你沒有抗壓性 你真的沒辦法做部落的事 你要有一個傻瓜的觀念 一個志工的觀念 你才有辦法做部落的事情 所幸這幾年 開始有越來越多的部落青年 以及齊老 選擇相信王家勛 並跟著他一起努力 雖然過程中問題不斷 但他仍時時提醒自己 不忘初心 初心比熱情更重要 就是因為熱情隨時都會滅 可是你當初的那個起心動力 最單純的動機 才是讓我堅持的理由 那這個部落其實慢慢在恢復 那我們覺得我們會找到自己 再生或創生的一套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方姊 我們再會 我好久不見 我好久不見 我是廖方姊 最好久不見 我會想到你 做許諸方姊 你 是 你 是 我會想到你 這 成績方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